11月1号 武汉某医院可向未婚女性动卵一事引起讨论 涉事医院就此事件道歉 近年来动卵的话题一直处于风口浪尖 徐静雷等女星也曾出国动卵 女性是怎样取卵并冷冻卵子呢 一般来讲 女性卵巢每个月只会排一颗卵子 为实现冷冻卵子 女性需接受超大剂量的醋排卵药物 以便排出多颗卵子 成功后 医生会进行取卵手术 把女性卵巢中卵子的卵泡液吸出 随后 技术人员会把卵子放入有液氮的专门容器中 进行玻璃化冷冻 冷冻后的卵子不能长时间保持 需要转入到零下196度的液氮罐中进行冷冻保存 女性需要使用卵子时 技术人员会将其从液氮罐中取出复瘟 再用药剂帮助复原活性 但被冷冻的卵子并非能百分之百复苏 当前卵子复苏成功率大概为70%到80% 此外 趋卵手术属于侵入性的有创伤的技术 存在已一定风险 另据我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相关规定 对未婚女性动卵是严宁禁止的 即使是已婚女性也有着相应的限定条件 人口学专家黄文正认为 能否动卵不宜与婚姻状况挂钩 政策应放开对未婚女性动卵等单身女性生育权的限制 不过取消限制不代表着鼓励 有专家表示 目前动卵技术仅限于在不孕不育患者辅助生殖过程中使用 或者是年轻的恶性肿瘤患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患者 在他们接受化疗或放疗前 进行卵子胚胎或卵巢组织冷冻保存 新京报董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黄文正品 主要听说 借良